歡迎收看樓市事件 我們先看看最新一期的CCL 報146.3點 按週微跌0.12% 連續兩週回落 今天我們除了繼續有資產 也很高興邀請到中原地產工商舖 董事眾經理潘志明先生 你和我們一起談談舖市的情況 兩位你們好 是 你好 樓市在今年2月全面設立 住宅的成交量隨即暴升 工商舖的成交情況如何? 有沒有回暖到? 工商舖的情況和住宅的分別比較大 整個市場的焦點當然是去住宅 尤其是一手住宅賣得那麼暢黄 其實它的影響就變成了工商舖的業主 面對很大的壓力 大部分的投資者和買家都落去看住宅 令到其實工商舖市場在第一季 一至三月甚至連四月份 整體工商舖的成交中數比以往更少 很明顯看到整個市場 住宅雖然設立成交多 但不代表工商舖市場旺盛了 剛剛有個相反的現象出現 這段時間大家看到成交量比較稀疏 有一個基本性的差別 就是住宅的供應其實這十幾二十年來 都是不足夠的 即是你供應少 價錢就不能跌到哪裏 為何供應少呢? 你看一下當市道在設立之前很差的時候 那些人都不敢買樓 但是租金上升 為何租金上升呢? 因為那些不買樓的人都要住 要租樓住 變成供應少之下租金就會上升 如果租金上升 租金回報就不會差下去 還會好起來 租金回報如果好的話 就會吸引人投資 工商鋪的情況 就是大量供應 寫字樓 空置率去到15% 另外還陸續起很多新的出來 那你變成想租出去 都很難找租客 熱主又要加勇 又要減租 又要設計很多配件去吸引人 如果你租都下跌 投資的人更加不夠膽 賣了之後收租 現在收租多好 一個租約又減少 兩個租約更多 所以工商鋪 一個是因為整體的經濟情況 商業環境不太好 另一個也是過去供應過多 而住宅供應不足 其實政府見到住宅不足 工商鋪的供應多 其實有些商業物業 你不如改一下 那個時間計劃 即是改一下城市規劃 將它轉成住宅 這樣就幾乎 社會需要又減輕工商鋪的壓力 因為工商鋪 用家通常是租的 譬如我自己做地產 我的鋪 我在香港也幾百間鋪 全部都是租的 買家是投資者 用家是經營者 最重要是租得好 租金提升 投資者會落達 現在就是香港的零售業 或者零售業 北京初初是受疫情影響 後期也受到消費模式改變 面對大陸的競爭 香港的零售業壓力比較大 而寫字樓也因為疫情 現在習慣了工作從家 又可以視像會議 需求減少供應 還是密集出來 所以他們壓力比較大很多 香港的消費市道 香港的消費市道沒有說是一個好轉 我們坊間也會看到很多出名的牌子 和老店都陸續結業 問多一點關於商鋪空置率的情況 其實核心區和民生區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還有近期一些比較大膽的成租 會是哪一個類型的商鋪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現在核心旅遊消費區 和民生區域的鋪位的發展 又有少少不同 其實如果說在疫情後一路通關 雖然它的速度是慢一點 但會留意得到核心旅遊消費街道 譬如我們現在在尖沙咀區 你看到廣東道、海防道一帶 其實大部分的吉舖 都已經有足利用 即是說不少商戶都在疫情之後 都重新投入零售市場、餐飲市場 租舖的數量就越來越多 但當然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 空置率都頗高 就算說到尖沙咀 最高峰就去到13、14%空置 現在回落也有8、9% 也不算是低 如果看到 始終有了遊客再來香港 有些旅遊人次 都帶動到一部分的零售、餐飲 或者一些藥裝 都開了不少 市區的租金 就叫做慢慢十級而上 就穩定一些 反過來有一個明顯的看法 就是民生區的舖位 近期售壓都比較大 大家經常都說北上消費 甚至上國內去買一些日常用品 連街市用品都去了國內去買 看到尤其是靠近口岸的一些地區 零售店舖現在的表現會比較差 尤其是去到週末、長假期 其實都看到生意額是低了 所以有部分我們看到一些近口岸的地區 其實它的租金有些微下調 甚至空置率有些微上升 看到現在整體消費、購物的習慣 都有少許改變 就算回到核心旅遊消費區 遊客的消費力都有改變 以往你看到很多都是去金舖買金 排隊買名牌 現在就興起了一個叫做深度遊 即是來體驗香港的日常生活 或者在社交媒體 知道哪些是網紅店、抵食、人多那些 去嘗試吃、打張卡 有些他又不逗留 很多是一天就回到國內 所以整個消費習慣模式都改變了 令到現在所謂經營困難 零售業務、餐飲、甚至酒店 都有一部分影響 看人流的走勢就知道 對上五日黃金周大家都看到數據 其實那五天的假期 入境香港有七十多萬人次 但離開香港也有九十萬人次 所以你看到此小比獎 對香港一些零售餐飲的市道影響 其實都頗大 我沒有這麼悲觀 如果你說純粹零售業 怎麼都會好過疫情期間 封城的時候 變化是甚麼呢 疫情期間旅遊區最差 因為沒有了 無論是大陸、開花都沒有 全部沒有 那些地區是空置最多 那民生區不是太差 我也有些民生區的店舖出租 租給賣麵包 租給賣凍肉 租給一些餐飲 但當然到處便宜了 我也要懂得做 不要去到這麼盡量 那你就能夠維持到租客 都可以的 那間街市店 即是賣凍肉的 被隔壁的客人搶到我 都不想加租 別人出得多 民生區 各個地方的情況不同 旅遊區 由沒有人來到有人來 當然是好事 但之前剛剛通關那剎那 很多人有很多期望 甚至是幻想 大展拳腳 開多了 有些做不住 調整一下 剛才你說 上去就 八、九十萬 下來就七十萬 但不用怕 始終大陸十四億人 下來就踩嵌 你都可以 你上去就七百、五十萬 就是要改善一下 其實現在整體市場上 對於香港的零售餐飲 都要自救 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段時間 經營都困難 其實都是一直在說 怎樣在服務質素 或者產品的質量提升 或者是一些宣傳推廣的工作 再做多些 所以其實都是一雞死一雞明 我們見到就算市區也好 或者是一些民生區也好 其實很多餐飲都開得幾多 其實剛才施生說 如果你國內的下來消費 或者國內的品牌 下來香港開業 其實數量很大 如果我們近這一兩季去看 其實國內的品牌 下來香港開店 是多的 其實尤其是一些輕餐飲 大家看到很多 現在這些核心旅遊消費區 賣那些輕飲品 或者是燒烤那些其實是多的 甚至那些什麼酸菜魚 打邊爐那些 很多品牌都有爭取下來香港開業 亦都看到現在香港的租金 其實大部分業主都面對現實 都不會說很大膽要求很高的租金 所以都吸引到一部分下來開店 還有一些大眾化的品牌 其實現在國內來香港多數是怎樣 看了社交媒體 知道哪些茶餐廳受歡迎的 現在的茶餐廳 剛才師先生說的麵包店 其實有好幾間麵包店 你要去買一個麵包 可能要排半個小時以上 都一樣有人在排隊 所以都是看它的質素 看它自己的品牌 即是香港的零售業 過去那30年 經歷過中國開放 那些人逐步扶起來 有出外消費能力 而當時中國的服務水平 商品質素 都比香港差 所以香港的人 不思進趣都可以吃 即是大量的遊客 拉著行李箱 甚麼都買 甚麼都合 手上拿著行李箱 又親戚朋友托他買 那段時間就過去了 如果現在說服務質素 大陸已經不是做有36 不做有36年代 他們的服務水平是好了 即是你去打邊爐 他又在旁邊幫你做足低按摩 又表演雜傻給你看 等你等得沒那麼悶 即是甚麼想法 創意都有 我們如果純粹鬥便宜 是沒有意思的 香港其實我認為不差 我剛剛去完歐洲旅行 如果說香港的商品 其實高檔也好 中檔也好 低檔也好 我認為跟他們有得比 不過價錢當然比起內地會高些 但是我們如果跟別人鬥便宜 就沒有意思 我們基本上都沒有資格 跟別人鬥便宜 因為始終人工、舖租、食材、運輸 基本上跟國內的成本預算相比 就不夠人便宜 所以我們不能夠跟別人鬥便宜 譬如你買山要創造潮流 即是你有一些新興的 香港帶頭出現 那些人就會來香港買 看看香港的女士出街是穿甚麼衣服 行路是怎樣扭髮 他們來看便會光顧你 即是他們覺得香港是一個 是一個時務的 值得學的 我在外國吃東西 去到意大利 那些都是米芝蓮 未必夠香港的 其實香港的食肆 尤其是做得質素高的食肆 其實是很有名的 還有他們的產品是比較獨特的 所以很多人對於香港的美食 都是慕名而來的 比起世界各地 就算你去完國內 去完歐美市場 其實香港真的都是美食天堂 都是很多人喜歡來香港找地方吃東西 即是香港要有些差異化 跟別人有不同 有更多的創意 那些人才會來的 如果你說鬥便宜 賺不了多少錢 因為別人是全國性公司 每人賺一點點 他都很好賺的 我們只是香港規模大劫也有限 但有沒有一些消費模式的轉變 又或是一些跟以前不一樣 內地遊客 他們都不再一味買東西買東西 可能剛剛潘先生說 有些深度遊 拍照 會不會有些本地小商戶 他們應該怎樣應變 以及怎樣轉型 我們近期跟很多商戶都有談 有幾樣東西大家都說 都值得去量度爭取一下 尤其是小本經營 中小企 其實大家都不要太過冒進 尤其是如果說租舖 我們經常都接觸 其實租舖 其實我們有部份團體都有建議 租舖不用租這麼大 合適或租小一點 不用坐到很多人 最重要是滿座 滿座率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 都是要提供一些外賣的部分 要留一些空間給別人自己拿食物拿走 或者送外賣要避餐間 要做一些 這是重要的 以及也看到 宣傳推廣活動 都要加強一些 以往很多食肆 就覺得 我的出品這麼好東西 又好吃又便宜又漂亮 你自己來找我吧 但現在不是很流行的 最重要是在社交媒體 在一些宣傳推廣渠道 真的要有充足的曝光率 你見很多國內遊客 剛才我所說的 他不會來幾天慢慢去找 可能他很短時間 逗留幾個小時 半日 大半日他便會離開 所以如果他先在社交媒體 接觸到你 又慕名而來 他便會刻意去找你 甚至很多現在的食店 和一些零售店鋪 他那些裝修設計 他設計一些打卡位給客人 因為現在的客人 不只是來光顧你買一件貨 或者吃東西 他要來體驗 要來打卡位給朋友看 我來了這裡網紅的地點 所以整個潮流改變了 有時做生意都要適應一下 跟以前的經營方法 是會有少許分別 好 今天我們就多謝兩位的分享 看來商店想留住顧客 都需要再花多點心思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的樓市事件再見 害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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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